所以佛经就是告诉你们 为什么因为般若智而生其心 因为当你完全空的时候 它的佛性的般若智慧 而让你生起这种慈悲善良的心 而这种慈悲善良的心 它又无所助心 是在你的意念当中有的 但是又好像找不到 师父很想用现在人间的例子跟大家讲 举个简单例子吧 你今天来参加一个人的party 对不对呀 你来的时候你穿得漂漂亮亮的 对不对呀 你进来了 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你 看到你穿得很漂亮 对不对呀 但是呢你一看大家都穿得很漂亮 你这时候已经忘记自己好看不好看 你跟大家一样很开心 我问你在你冥冥当中 在你内心深处当中 你那种想让别人来观赏你 能够让你感觉到有一种非常自豪感的 因为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很贵重 很漂亮 你有没有 但是你当时这个感觉当中 你没有讲 你也不去想 当时在你的内心深处 有没有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灵魂当中的东西 对于实不在 举个简单的例子 因为这比较难了 你比方说在拜佛磕头的时候 你可以说 菩萨菩萨 观世音菩萨 我去除杂念 去除杂念 你在嘴巴讲去除杂念的时候 你杂念一瞬间没了 对不对呀 杂念没的时候 有没有印子 我问你们 橡皮把字迹擦掉之后 有没有印子 观世音菩萨 我空我空 我不要去想 不要去想 你不要想的时候 你不要想这三个字 是不是还是在想 观世音菩萨 我一定要干净 我一定要干净 我不要去乱想 那个时候杂念来的时候 有一个某一个人的形象 在你的脑子里 或者某一件事情 在你的脑海里的时候 或者你们跪在菩萨那里念大悲 都念心经的时候 这种意念不是来了吗 来的时候你说 观世音菩萨 我要干净 我要清净 我要清净 你要清净的时候 实际上 暂时好像没有想 实际上在你的内心深处 有没有想 有没有这个意念在 这就是佛经讲的精彩之处 所以在你的八十天中 已经存在的东西 你要把它彻底 无所住心 很难啊 所以希望大家学佛 要真的用心学啊 你曾经出现过的自私心 你可以说我不要自私 我不要自私 但是就算你当时说 我不要自私 我问你这个自私心的阴影 在不在你心里 那肯定在的 那么这个阴影要去除它 要让它无所住心 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大自在啊 所以无所住心就是这样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怎么样能够来理解佛法 佛法是非常的智慧的 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修 好好的学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 其实我准备了很多 这个下一次再跟大家讲 在最后呢 师父要跟大家呢 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非常的精彩 说的是 在中国的南北朝 后卫时代 每到春天三月份 这个山西的五台山呢 有个叫灵鹫寺 都会依照惯例 举行一个叫 无遮灾会 什么叫无遮灾会呢 就是 无论你出家的 没有出家的 俗家弟子 也无论你 善男性女 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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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的 有钱的 还是穷人 甚至你是乞丐 他都要这一天以平等心 来 供养你 供食 给你吃 饱餐一顿 平等 施舍 是每一个众生 都是平等的 表示 佛法 平等 无人 我的 分别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 纪念的日子 所以一到三月份 大家都去 那么 在天灾会上 来了 一位 手里抱着两个幼儿的贫苦女人 她的后面还跟着一条狗 除了这些 她身上没有多余的物品 这女人比较贫苦 她来到了灵鹫寺 无遮灾会的现场 可是呢 还没有到用灾的时间 还没到吃饭的时间呢 她身无分文 她又不好意思白吃 她就当时呢 想想我拿什么布施呢 就剪下了自己的头发 身上的头发 然后 聊表布施的意思 就把头发剪下来 这也是我的布施 她对寺里的主持 要求说 师父 我只有这些头发 布施三宝了 请勿拒绝吧 那个法师说 好的 那我们就收下了 女施主 你这是打哪来的呀 就问她了 你从哪来的 女施主 突然之间说 我从来的地方来的 这个主持法师 看着她这么回答 觉得这个女施主 有点怪啊 不料这个女人顿时开口就要求到 师父 我还有及时要到别的地方去 能否先分一些饮食给我 吃的东西给我 虽然开灾的时间还没到 但施主的要求 他还是不能拒绝 这个师父呢 主持呢 叫法应法师 这是一个过去流传下来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然后呢 这个法应法师呢 说 哦 好的 他非常慈悲地从里面取出三份食物 他的用意呢 就是让这个女人和两个幼儿能够饱餐一顿 但是用过食物之后呢 这个女人又说 啊 师父 我还有这条狗呢 他也得吃点东西才行 好吧 主持法师无可奈何的 勉强地又从里面搬出了一些食物 交给了这个女人 女人又说 啊 师父 我肚子里还有小孩 也需要分一些食物来吃的 主持法师这时候忍不住了 他就怒斥道 哎 你来这里求出家人 不失灾食 但是你看你贪得无厌啊 是何道理啊 你肚子里的小孩 根本还没有生出来 难道说他也能进食吗 可是你却再三地诉求 烂摊美味之心 这位女士 你不觉得有点过分吗 被斥责的贫义 这个时候他就说了一个寄语 苦瓜连根苦 田瓜彻地田 三界无浊处 至始阿失贤 这个寄语就是告诉大家 苦瓜的话 根也是苦的 如果是一个田瓜啊 他连着田瓜的根地啊 他也是田的 但是在这个三界啊 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至始阿失贤 就是可能是 至始那些武士的人啊 师父啊 贤气 说完了此记啊 突然之间 噓 腾空 要上了虚空 视现出文殊菩萨的德相 这时 边上的狗 化为他坐下的狮子 两个孩子 但是却是他身旁的两位逝者 在云光飘渺 若隐若现当中 又说了一个寄语 众生学平等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众生拼命地在学平等心 但是我们的心又随着人间的境界在变化 我们百孩拒舍去 我们人有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意念 都要舍去 何况还有什么爱和恨 这时候寄语的意思就是 让我们学博人要懂得平等心 今天你说要平等的布施 无可厚非 但是你却控制不了自己的心事的波动 你看着人家怀孕的女人 你就觉得这孩子不应该吃 你的境界在不停地流转 虽然明知要舍下这个外在的身体 因为布施给别人就是一种物品 不是一种什么 就是让自己的心啊能够布施给别人 但是我们人的心中还藏着爱和正 也就是说因为看见他穷 看见他拖着两个孩子 还有一条狗 他就起嗔恨之心了 菩萨的意思 这怎么又能录到呢 当时参加这个生灾会的有一千多人亲眼见到了文殊菩萨的圣迹 聆听大师 大师静世的规律 所有的人都跪在那里 含泪而哭泣的 向空中膜拜顶礼说 大师 但愿垂世 真正的平等法门 也好让我们一心奉行啊 一心奉行啊 空中又传来了 菩萨的际遇 持心如大地 一如水火风 无二无分别 究竟如虚空 这就是告诉我们 持心如大地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懂得不失平等心 我们要有包容天地之心 来对待人和事物 犹如水火风 水火风都是一样的 都会灭度 都会没有 所以无二无分 不管今天是水也好 火也好 风也好 他都会失去的 所以无二无分别 究竟如虚空 就是到底了 就是虚空无性 到了最后都是无性 这个时候 这个注释法师 这时候埋怨自己 有眼不失真佛呀 他为了表达自己 亵渎菩萨的忏悔赎罪的心啊 他到厨房里取了一把刀 准备挖出自己的眼睛 因为他觉得自己有眼无珠啊 菩萨来了 他都不知道 边上的很多的徒弟和很多的居士说 师父啊 你不能这么做呀 是啊 师父这么做 于是无补啊 这也是一些傻师啊 哎呀 赎罪的方法很多 又何苦出此下策呢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把夺下了 注释法师的手中的刀 注释法师于是打消了原意 他以平语 就是文殊菩萨 所布施的绣发 建了一座宝塔来供养 万历初期 袁广法师接任注释 为了要重新装修宝塔 在塔下 他挖掘出大势的圣发好几树 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菩萨的头发 就像斯里兰卡有佛亚寺一样的 菩萨的头发牙齿 颜色啊 这个文殊菩萨的头发的颜色 像是金色的 但是呢再仔细一看呢 发色呢变化不定 这一座宝塔 现在就在大塔寺院的东侧 这是现在在灵鹫寺里面 还拥有的古文记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嘴里说要平等心 心里还是不平等 我们人要明白活在这个世界上 怎么样让自己的心中产生真正的平等 我们要爱我们的母亲 我们更要爱观世音菩萨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还有众位菩萨 就像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怀念母亲一样 念念观世音 念念各位菩萨 你自然就熄灭了自己心中的三毒贪嗔痴 所以没有智慧的人 才会永远的记恨别人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从别人身上 如果你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 你就是智慧 你如果从别人身上 能够吸取教训 你就是一个智者 智慧 就是你什么事情都有办法解决 冷静 幽默 平静地去处理 修行修的 就是你一个心中的觉悟 觉是你的本性 悟就是自己的正能量 用自己的正能量 去觉自己的本性 你就是走在佛道当中 所以用心观照自己的毛病 你才能照见五蕴皆空 这个观照就是照见了 所以你才会改掉人间的毛病 你才能放下 你才能解脱 记住了 解脱就是觉悟 好 今天跟大家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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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